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Lily 林女凌华 我是从事心理辅导的 如果我的小蚊子真的沉迷了电子游戏 甚至上瘾 如何帮助他脱离捆绑呢 我想第一很重要 我们要知道他沉迷的原因 千万不要用紮备或强硬的 来收取他的电脑或电话 来控制他们上网的时间 一个两岁的小蚊子 如果他手上拿着一把利的刀 你去强硬抢他 就一定会让他很受伤 而你自己可能都会受伤 所以更有效的办法 你是用另外一个更有吸引力的东西 来和他交换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需要的是很有耐心 不是说我们说两次 或者我们给一些他喜欢的东西 他就会立刻给你 很多时候欲蓄不达 圣经说 爱是行狗引来 所以我们做父母很重要的 是要用内心行狗 来帮助小蚊子 现在我们很多家长 都在讨论准备Gap Phone Gap Phone就是他外表看来 是很像智能手机 所有朋友以为他是拿着iPhone 或者拿着Samsung 但其实他不可以上网 但他仍然可以通电话 和父母联络 所以父母不会觉得害怕失联 专家亦推荐给小蚊子 这个智能手机 小蚊子在12岁之前 他没有这个智慧和能力去控制他自己 和知道如何使用他的智能手机 父母要以身作则 必须要做一个好的榜样 要自我管制的能力 然后小蚊子才会看得出 原来父母说的和他的行动是表类一致 专家亦鼓励一家人晚上吃饭的时候 不要把手机放在饭桌上 另一个办法就是 一个星期有一天 全家放下手机 关上电脑 我们叫Digital Fast 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很困难 但如果我们的小蚊子已经在沉迷 或者走向沉迷的过程中 我们必须帮助学习 原来我可以没有手机 我们继续教导他们 这些电子游戏或者电子产品 对他们带来负面的影响 我小蚊子小的时候 我时时不鼓励他们看电视 但我们时时都养成一家人一起看书 养成这个阅读的习惯 另外一点很重要的是 建立健康的习惯 尤其是有足够的睡眠 很多时候我发觉 当这个小蚊子真的愿意听 这个青少年愿意听 每晚能够睡觉多过六至七个小时的时候 很多他们父母觉得的问题 已经非常减少 更加需要的是 要培养全面的人格成长 又帮助他培养艺术 音乐 体会大自然 参加童子军 参加团体性活动 回教会 在教会的青少年团契 和父母一起去短孙 很多父母很害怕 小蚊子苦门 如果他们一说 父母很紧张 但实在现在的研究告诉他们 我们要给孩子 有苦门的时间 让他们学会如何处理苦门 因为人生不可能 分分钟都是 那么刺激 或者那么多的兴奋的时间 实在很多创意 創意 都在苦门的时候产生 所以千万不要怕 哎呀 不可以闷 闷的时候 是他沉静 和可以学习思想一下 如何去帮助他自己 学习处理他自己里面的情绪 或者如果他孤单的时候 学习如何与自己相处 父母最重要是 不要用电子产品 成为免费的保姆 开了个电脑 他就几个小时都不打扰你 甚至你叫他吃饭 他都不理 但实际 对付那些小蚊子 是失去了一些他学习 与人相处 一起有些团队一起玩游戏的时间 所以可能父母要大家轮流 有一个去看着小蚊子 大家一起去露营 参加教会的短孙队 或者去做一些探访 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活动 让小蚊子学到 其实这个世界 除了他为自己而活 他也可以为别人而活 他觉得人生是有意义 如果小蚊子已经有成人 而且严重的话 我劝父母必须送他 去专业的介引中心 完全跟电子产品 电子游戏没有任何接触 因为这样的时候 他才可以学习到 有这个能力 跟电子产品断捨離 不是说他以后都不可以上网 都不可以用电话 只不过他要后来又再继续 做很多好的习惯建立 好的心理辅导 和父母如何引导配合 帮助他慢慢学习 如何和电子产品 和电脑和电话 建立一个成熟 又健康的关系 我希望我以上说的 大家都有帮助 也希望我们的小蚊子 能够离开 或者不会依靠 这些电子产品这么多 防范胜于治疗 我希望祝福大家 你们的小蚊子 都能够有一个健康成熟的习惯 去用这些电子产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